大家好,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完全撤出蛇岛 我后面通过地图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俄军宣布撤出蛇岛 另外蛇岛周边俄军还有乌克兰方向部署的最新情况 通过地图给大家介绍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奥德萨蛇岛最新的情况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宣布从蛇岛撤军 俄罗斯国防部6月30号发布公告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完成了在蛇岛的指令任务 于当天撤出位于那里的驻军 俄罗斯国防部强调这是俄方善意举措 并借此向国际社会表明 俄罗斯联邦并没有阻挠联合国为建立人道主义走廊 以将农产品运出乌克兰的努力 俄国防部指出 俄军撤出蛇岛后将不允许基辅 以俄罗斯完全控制黑海西北部地区 而无法出口粮食为由 炒作粮食飞机 现在需要关注乌克兰方面的行动 乌方仍然没有清理黑海沿岸 包括其港口附近的水域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伊尔马克 也在当天发布消息 他表示由于乌克兰武装部队行动 俄罗斯已经离开了蛇岛 这个消息已经得到证实 现在确切消息是俄军已经完全撤出了蛇岛 而且蛇岛俄军的阵地 所有的武器 在蛇岛所有武器都被销毁 这是现在我获得的消息 等于说蛇岛现在变成一个无人岛 空无一人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蛇岛目前的一个状况 我把蛇岛的地图给它放大 大家看这是蛇岛 那么蛇岛呢 咱们来先看蛇岛 它目前的一个情况 这是蛇岛 我放大到这儿 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那实际上蛇岛目前的情况 用这张图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看得更清楚 这个图上标注5、6 靠近海边位置 看张图看得清楚 5和6是什么呢 是乌军的5艘BL-820突击艇 停泊在蛇岛附近 这是乌军发起打击蛇岛之前 俄军蛇岛的部署情况 那么123、4蛇岛中心 这几个位置是俄军在蛇岛的 叫铠甲SE防空系统 以及其余的车辆位置 这个武器位置大概就是 乘四边形分布 乘一个四边形或者叫零形分布 中间实际上就是它的营区 这条公路是连接码头 码头周边有五艘BL-820突击艇 现在这个蛇岛已经被完全摧毁 大家看下一个图 大家这个看得清楚 这铠甲SE防空系统 看得清楚了吧 铠甲SE 实际上这张图看得更清楚一些 铠甲SE 所以蛇岛上面原先是有防空系统的 这就是蛇岛打击以后的最新的一个 卫星图片 大家从卫星图片可以看 蛇岛的码头位置 它这个BL-820突击艇 实际上已经被摧毁 蛇岛的这个铠甲SE防空系统也被摧毁 我之前说过 乌克兰使用的是海马斯 对这个整个蛇岛进行了猛烈的抛击 可以说是离地一遍 离地一遍 把这个蛇岛像铁梨一样离了一遍 所以这个蛇岛上面已经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完整的建筑 完整的装备 所以俄军这次表示要撤离蛇岛 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撤离的了 这个蛇岛上已经空无一物了 这个蛇岛实际上很有可能连俄军都不存在了 所以俄军说撤离蛇岛 实际上就是放弃蛇岛了 因为蛇岛已经被炸平了 这个就是BL-820突击艇 这个突击艇速度非常快 之前曾经用土耳其的无人机打击过这个艇 这个艇转弯还是非常快的 但是还是被摧毁 无人机打掉了 所以这一次打掉了五艘突击快艇 俄罗斯的突击快艇 这蛇岛的一个最新情况 看到了吧 五艘快艇的位置 一二三四 看到吗 五艘快艇 实际上都集中在蛇岛这个码头附近 之前的这个铠甲S1运到蛇岛上面 只待了24个小时 乌军就发动了这个打击 使用的是海马寺 所以现在看俄军不会再向蛇岛 再运送更加先进的武器 这个武器一旦到达蛇岛 马上就会遭到乌军的炮击 那这是目前美军以及北约部队侦察机 在蛇岛周边的一个侦察情况 大家看到了 这个位置就是蛇岛 实际上这个位置就是蛇岛 那么美军的波音的P-8A 反潜巡逻机 在多闹河三角地带进行巡逻 看到了吧 在三角地带进行巡逻 另外波音的E-3A 注册号是LX-N90452 呼号是NAT-01 实际上也在多闹河三角地带 进行反复的侦察 还有一架是美国空军的RC-135W 注册号是62-4131 呼号是HOMER-31 它是沿着摩尔多瓦边境 进行飞行 实际上对乌克兰整个西部地区 进行纵深的侦察 还有一架波音的KC-1352加油机 实际上也是沿罗马尼亚方向飞行 实际上在蛇岛周边 不断地进行抵禁侦察 另外还进行窃听 窃听蛇岛周围的情况 所以俄军在蛇岛一举一动 在蛇岛的部署的一举一动 实际上乌军美军都掌握 所以俄军只要向蛇岛增援部队 马上有海马斯打击 而且位置非常准 就直接把你这个武器打掉 所以俄军现在不会向蛇岛增援 之前那个铠甲经过第一轮打击以后 俄军在蛇岛上面已经没有了防御 俄军使用的是登陆艇 使用登陆艇 从这个新飞罗布尔 从这个方向 新飞罗布尔 塞巴斯罗布尔 新飞罗布尔 从这个方向 运送这个铠甲SE到达蛇岛 但是很快美军发现以后 沿罗马尼亚边界进行侦查 然后把坐标报告给乌军 乌军在这个方向 在奥德萨这个方向 部署了海马斯 然后打击蛇岛 所以打击的非常精准 现在看俄军撤离蛇岛 我觉得是非常明智的 因为俄军现在如果向蛇岛 部署任何武器 包括人员 乌军的海马斯 都可以覆盖蛇岛 实际上 这对俄军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耗 包括人员装备的消耗 所以俄军撤出蛇岛 一方面展现出一个姿态 就是什么呢 奥德萨的封锁 不由俄罗斯负责 因为俄罗斯已经撤出蛇岛了 那么你现在奥德萨 你的船只如果还出不来 你的粮食还运不出来 你不能埋怨俄军了 是由你自己的水雷封锁了奥德萨港 你自己不开放奥德萨港 奥德萨港现在乌克兰方面 把责任怪在俄军头上 但是俄军表示 你乌克兰自己 自己关闭了奥德萨港 为什么 因为奥德萨港如果开放的话 周边的水雷它有清理 清理了周边的水雷 有了航道 让俄军可以沿着航道 包括它的潜艇 包括它的舰船 可以进入奥德萨港 实际上 乌克兰方面并不想开放奥德萨港 但是呢 把原因归结在俄罗斯的进攻上面 那现在俄军 我撤出蛇岛 你开不开放 你奥德萨如果不开放 国际社会量价还是高企 国际社会还是 来埋怨你乌克兰 那国际社会也看得清楚 就是你乌克兰不开放奥德萨 但如果你开放了 俄罗斯很有可能借机 对吧 沿着你开放的这个 这个没有水雷埋涉的这个大门进去 进去以后很有可能 对奥德萨产生不利 所以现在乌克兰方面很难 很难下去开放奥德萨 所以我说呢 现在俄军撤出非常聪明 因为现在来看呢 在这个方向 在这个舍岛方向 实际上俄军不需要在陆地上 部署任何东西 在海面以下 在这个黑海海面以下 俄军有潜艇 潜艇就封锁奥德萨了 封锁住整个海港 所以我说呢 俄军现在非常聪明 撤离 以退为进 那这是现在呢 奥德萨方向最新的一个消息 现在看呢 舍岛 未来的双方都不会有人员进入 因为乌军想要占领舍岛也很难 乌军只要登陆 俄军的马上空天部队也会对舍岛进行覆盖 进行打击 俄军上岛的话 乌军也会覆盖舍岛 舍岛未来就是一个无人岛 那包括舍岛上面的军事装备 现在已经被完全摧毁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舍岛上面应该没有任何生命 没有任何完整的建筑物 也没有任何完整的武器设备 武器装备都没有了 一片飞墟 这是现在舍岛 那这是现在呢 舍岛 奥德萨方向最新的一个情况 后续有更多的消息呢 我再及时给大家分享